大家好, 我是Data 深圳地鐵又有新科技, 現在坐地鐵不用買票, 不用用深圳通 直接用手機掃耳維碼就完成 如果大家想用數碼乘車, 只需要在微信安裝騰訊乘車碼小程式就可以 不過我安裝了深圳地鐵E出行, 再安裝騰訊乘車碼 所以程序有點不同, 不過大同小異 首先, 我們就先安裝騰訊乘車碼 在微信小程式找騰訊乘車碼, 然後安裝 安裝時, 需要登記手機電話號碼, 並輸入驗證碼 安裝完後, 我們選擇數碼乘車, 找騰訊乘車碼獲得你的地理位置 當然要同意它的協議, 開通乘車碼 綁定手機號碼, 一定要用大陸電話號碼 接著都要開通免物支付, 日後坐地鐵扣錢時不用每次入文碼 經過多個步驟後, 終於完成所有手續 當我們打開騰訊乘車碼, 就可以見到乘車的二維碼 大家要注意, 乘車二維碼不可以轉發給其他人 因為其他人可以用這個二維碼坐車 用騰訊乘車碼坐地鐵當然好簡單 我們入閘時, 去支援刷碼過閘的入口 打開騰訊乘車碼的二維碼, 對準數碼口 不用一秒就開門, 速度好快 出閘都是一樣, 都是數碼出閘 每次坐完地鐵都會收到微信信息 列明車程資料, 想騙人都好難 一般地鐵站最少有1-2個刷碼過閘的出口 為什麼不安裝更多的刷碼出閘的出口呢? 因為數碼乘車只是剛開始應用 真的用的人不多, 所以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出口 而且整個流程可能存在未知的問題 如果刷碼過閘的出口不多, 修改起來就會容易 講開搭地鐵, 我留意到一個怪現象很久 就是當地鐵其中一個入口大排長龍的時候 其他入口可以沒什麼人 大家現在看到羅湖站, 有好多人排隊安檢 人龍前鎖沒有那麼長, 我相信需要15-20分鐘才可以入閘 之後我去到地鐵中間的入口, 發覺根本不用排隊, 是直接安檢 就算是另一邊的地鐵入口也好, 人龍都是不多 1-2分鐘就可以過關 就不明為什麼深圳地鐵不叫人去其他入口 這些情況經常發生, 一般晚上羅湖站的私出口那邊 就會經常出現人龍 晚上我們回香港的時候, 經過羅湖站入口 就會經常見到很多人排隊買票, 排隊個案檢 接著我們又走到地鐵中間的入口, 又發覺不用排隊, 直接安檢 最後一段影片, 是一個鏡頭直落 大家就看到, 如果走到地鐵中間入閘的話, 可以快很多 下次大家遇到人龍的時候, 就去多幾個閘口看看 希望可以幫大家節省15-20分鐘的寶貴時間 麻煩各位網友分享這段影片給會去深圳玩的朋友 讓大家不用浪費時間 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是有用的話 麻煩大家幫手點讚,留言及Share給朋友,多謝各位